大家好 又回到我們望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時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必士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Dimashir 各位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望向正向 浪費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砌抗疫,拼經濟,反網報 好,今節就說一下 英國人現在為了省錢真的沒辦法 你要知道其實英國人 一些大事大節都挺捨得省錢的 但是由於生活成本 是這麼厲害,所以 連這麼喜歡開派對的英國人 亦都要顧著個荷包 國際知名的Consultation 這個諮詢機構 就是 愛心哲,其實我剛剛有個朋友 被這間公司請了,不過是在布里斯本的分佈 Essenture 這間是權威機構 公佈了一項最新的調查 數據顯示 隨著英國人的生活成本這麼厲害 想不到 有超過三分之二的英國成年人 就打算 年底的傳統節日 年底傳統節日就可以過了 大馬Sir 聖誕節 不錯,聖誕節 聖誕節送他歸家 會不會是Lonely Lonely Christmas 慘了嗎 是的 也可能是 稍後你講一下數據 為何可能有這個現象 原來 有三分之二的英國成年人 就是打算 在今年年底的傳統節日 要大縮屁 要大縮屁 這項調查 亦都看到 他們怎樣縮屁 其實 比例都很大 三分之二的 英國成年人就要 今年年底的傳統節日聖誕節 大量減少開支 四分之三的英國受訪者不打算 今年年底 開大型慶祝活動 大派對 對於西人來說 年底 是很重要的 一大堆親朋戚友 好像華人新年 年有過年 聖誕亦被稱為 外國新年 對嗎 大約 49% 差不多一半 的成年人 差不多一半人 打算減少為親友購買 禮物開支 46% 計劃 減少出外就餐次數 35% 更計劃減少平日的 連平日的社交活動 和 在家 吃飯的開支 在今年年底都要減少 因為要留一點錢去 除亂 而 看到 打算是 剛才我們說 為何大量減省年底 三分之二的人 大量減省年底的 節日開銷 他們這 三分之二人當中 就有45% 打算 去平價超市買些食品過節就算了 而且 也不夠 減大量浪費 其實也不可以用浪費 一年一次 很不幸地在這樣的時勢 就 令人相當地 深酸 因為 很多小朋友 很大的期望值 貴又貴 便宜又便宜 但是 他們說連大型的慶祝活動 即大型的聚餐也不會 說真的 如果 我是這樣看 如果多人的話 每人帶少許食物 可能會節省一點 還可以 這也是一個方法 不過自從這個通脹危機之下 其實英國人的 買這個 含酒精的 飲品也是少了 賣回其他碳酸飲料 沒辦法 硬酸飲料 你記得早前連碳酸飲料也不多 這樣 因為你知道 打入氣的氣 其實也是石化燃料的 是 的一個產品 哈哈哈 我們看到 這個 Essenture 這間公司 調查結果也表明了 由於生活成本是飛升 英國民眾過節的心情 普遍都很差很低落 這也是正常的 銀包裏面沒有錢 有哪個人 是可以叫做開開心心 有些人都可以開開心心 我應該 更正一下我的說法 應該說 是 有一些 經濟狀況好一點的時候 是不是人都會開心一點呢 當然 我是 我講我自己 我就很粗錢 如果我口袋裏面多些錢 就比較安心一點 當然不是每個人 有錢就覺得開心 我再說一次 怕大家不會 稅據也顯示 英國 九月的消費者物價 指數同比是增長 到10.1% 也是40年以來的最高點 如此同時 英國家庭九月份收入是比去年同期 減少了 141磅 目前 越來越多英國人 只可以縮減自己開支 平時都是 辛苦的時候 大時大節 是的 我也覺得大時大節 花費多些都是比較正常 正常人都是這樣 但是 也沒辦法 其實 一看到這條新聞我都很心酸 對於有些小孩子來說 他很期待 可以 有個聖誕節開開心心 當然是否淺少就代表不開心 又不是 但是小孩子很簡單 他有些東西他不是很明白的 你要知道 小孩子很簡單 可能 有個玩具他就很開心 但是 如果 如果 一些玩具 我不是說對 不是說一定買玩具才買到開心 如果他看到有些東西是很想要的 又 很難得到 有少少低落 是人之常情 當然你可以通過其他方法去滿足其他 可以滿足他 想其他東西 只可以這樣 是不是 就好像我們在塔斯麥利亞 我們什麼都沒有 還有其他東西 跟他玩 去一下踩單車 因為說真的我們的地方 你有錢也花不到錢 對不起 真的資源 那些資源是很匱乏的 除了是 那些 必須品 又不是 但是你們有鮑魚有龍蝦 那我們就不用吃這些 我說的是普通的必須品 你說得對 白貨那些 很差的 很粗糙的 因為始終是農村的地方 幸好我的兒子 都屬於 對於這些 需求 他有很好的 他媽媽說 這個我們不需要 放回去 除非他真的很喜歡 很喜歡 我們就會考慮買不買 說回 還有一條新聞 亦都 B&O 好像跟英國脫節 不必須看新聞 我們看到 另外一個知名的 雜誌 如果你住在英國 如果你住在英國 真的要小心 這個就是 The Atlantic雜誌 是美國的一本雜誌 它 以商業和 經濟 還有其他的 外交事務 是出名的 他們發了一篇文章 英國 說得很重 英國 他不是說 將會成為 西歐最貧困的國家之一 很重 很悲觀 大哥 你看 我們看看他在說什麼 英國現在選擇了金融 而不是工業 選擇了緊縮 而不是投資 但是 你可以怎樣投資 早前卓慧斯的 迷你預算案 還趕走了那麼多投資者 變相趕 大家害怕 選擇了封閉 經濟 而不是對外開放 你說他有沒有對外開放 有 但是你說封閉 我相信他是指全歐 那沒辦法 你懷疑你要自由 其實 權利 和義務是並行的 你想 是 有這個 權利 因為其實 歐盟之前 在學術方面 都投資很多在英國 現在你走了 那 怎麼可以再繼續給你呢 是不是 那說回這本 華雜誌都 相當嚴重 講西歐最 但是西歐沒有多少個國家 西歐沒有多少個國家 那麼 他說只知道 這本叫大西洋雜誌 他怎麼說呢 在過去幾個月當中 對於英國來講 很艱難 頻頻換上 這個是現實 這個是現實 現在的英國能源價格升得很厲害 全國的通脹率 已經突破兩位數 記住兩位數 有人還說 不是 兩位數是100 對嗎 不是 10點0 10點1就是兩位數 另外一件事 就是 在位的 君主 英皇伊利沙伯 二世就離開了 這個 他的對比也很諷刺 在位最長的君主就離世 之後 在位 最短的首相就產生 是嗎 沒錯 他說得沒錯 沒錯 當然 他們也覺得這次英國 可能會有 幾年的 經濟功能混亂 而且對未來 是有深遠的影響 當然他們是以美國人的眼光去看 在美國人的想像中 英國 曾經 比 世界貢獻很大 有 現代資本主義 以及工業革命 但是 嚴格從數字來看 相對於美國 其實英國 已經是屬於貧困 英國的生活水平和工資 不單止比美國 低得多 而且也是落後於 其他西歐國家 我們引述數字 當然你不信你不去這本 大西洋雜誌自己看 我有付錢的 不知道他給不到你看 根據一些 標準數據看到 英國的實際工資 其實 比 15年前 低 其實我們有次說是20年前的水平 而且明年 是會實質上繼續說的 二戰之後 英國的經濟增長 比歐陸國家大部分的地方都要慢 後來 這件事 我很討厭大卓爾夫人說一次 但是 在20世紀80年代 大卓爾夫人 使得市場 被 放鬆的 管制 當然他也用了很多陰謀詭計去搞搞工會 還有說了一次當時工會 是令到全英國人都不喜歡的時候 難聽說 他是信應了民意和一個歷史潮流 金融業作為英國經濟 美國人形容得相當地漂亮 是明珠 從20世紀90年代到21世紀 其實 英國經濟發展蓬勃 這個是事實 倫敦的金融繁榮是領先 英國在19世紀 作為世界工廠 而發財自負 而到21世紀 就成為了世界的銀行家 到今時今刻都是 當2008年 全球金融危機來了 他是重創了英國經濟 其實當時 除了我們澳洲是有增長 其他發達經濟體都是沒有 但是澳洲的特殊情況是什麼呢 是因為 中國趕上了一個 是大搞基建的年代 我們捱過了 亦都成為了歷史上 經濟增長最長的國家 後來19隻大家沒辦法 澳洲都頂不住 當時 由於 英國是擔心財政赤字增加 英國政府是採取了緊縮的政策 結果是很嚴重的 最後是導致 實際工資 連續六年下降 除了BNO 經常說英國很高工資 其實正常英國人都覺得很焦慮 他們當然 第一他們不是英國人 還沒拿到護照 第二 就是 他們 還是以一個 香港生活的人 應該以一個香港深大英國住的 想法去看英國 大家對於生活水平下降 產生焦慮 之後 保守派 的這些 保守派 當然是保守黨 這些 政治人物 又搞了一個大件事 就是脫鉤 所謂 大家應該怪的 怪跨卡梅倫 或者金馬倫 或者叫金文洛 很多翻譯 卡梅倫 他就沒有勇氣 就把這個 大選捆綁 就說 脫鉤 就是 你們自己搞了 搞公投 他沒有這個政治 勇氣 搞到 而且 留歐派 亦受到很多抹黑 其實卓偉斯本來都是留歐派 歐盟 當然 他們就覺得 他們搞到我們 沒有工作 現在 我們說過很多次 以前你未脫鉤之前 沒有人肯做工 現在你一樣沒有人做 歐洲的工人都走了 現在 空缺 更多了 連BNO也受不了這些空缺 靠他們 其實最嚴重的是 那些 懷舊分子 大英和榮譽 那些年長人 就覺得 我們以前多好 世界變了 脫鉤之後 令到英國的處境 更加複雜 我們 看看 數據 也是看數據 英國的製造業 的技術自動化程度 幾乎 是低於 其他 差不多國體的富裕國家 2020年 這是根據國際機械人聯合會數據 權威 是 國際 行業組織 2020年 英國他們的平均機械人 密度 居然是低於斯洛文尼亞 和斯洛伐克 英國 是的 進入了一個 叫做生產力黑洞 在倫敦金融業之外 英國 其他部門 都是低於其他西歐的強國 德國 德國北歐強得太厲害了 和荷蘭 西歐有什麼強國呢 當然是小國很多 德國 還有荷蘭比利時 另外 其實 奧地利是中歐國家來的 其實都相當強大 相當強大 當然這些國家 在歐盟當中都是貢獻者 就不像立陶宛那些 他都有貢獻的 貢獻政治論居 這個好笑 英國曾經是世界上最強大的 全球化大國 這個真是很諷刺 當時他們那麼廣泛的殖民地 就是為了全球化 打開它 當時還沒有這種概念 但是事實上他們 當然是通過一些不好的方法 令到全球 全球化了 但是現在 投票 就是 想 越來越 全球化 因為他連脫歐都脫了 連歐六 都接受不了 好的時候 這就是 我的立場不代表本土立場 即是 長遠來看其實也有時間 就算現在的首相新衛城 他之前做 財政大臣的時候他都承認英國 的經濟規模 是脫歐之後 起碼有幾個百分點 稅 叫做減少 這個GDP 另外我們看到 成哥就上台了 經濟計劃就被推遲到 是11月17日之後才出台 成哥上台都有一些利好消息 就是英鎊對美金就升了一些 具體來說 就是升了1.2%左右 由於投資者 就覺得成哥起碼都懂經濟 不會像師姐那樣亂測 當然 好似 這個 荷蘭合作銀行他們的貨幣 政策員 Jane Folley 他就說 其實經濟 這個新政策的延遲推出 都令人有少少害怕 不過可以理解 其實他就說成哥有樣東西比較厲害 就是 比較深層 比較深層 新手上 亦都可以用更加多的時間 來 研究好些數據 這個就是 比上一任手上 成功的地方 也是 最近幾個星期 金融市場因為對經濟衰退的擔憂 搞到動盪不安 上個月 其實 英鎊對美金也是暴跌到歷史新低點 政府 當時這個小型 預算案 就因為要舉債 在沒有資金的情況下舉債 當時的財政大臣關浩庭承諾大幅減稅 但是 沒有說明 是怎樣 去支付其他的 支出 後來就知道是舉債 其實嚇怕了全球的投資者 亦都有一段小時間 資本是 走了 現在的新任手上 新惠成 其實 他之前亦都警告了卓偉思維 不要亂差 去 減稅 誠哥以前曾經是一名 對沖基金經理 他 其實被全球的投資者認為 他現在就是更加安全的手上人選 並且他承諾了會矯正之前卓偉思政府犯下的錯誤 官方亦都說 毫無異溫現在英鎊 是 有 反彈的 這個亦都有在於英鎊在未來幾個月 進一步上漲 跟之前的手上相比 我們看到投資者對新手上和新內閣更加有信心 英鎊現在亦是 强了一點 也是好事 還有 Jerame Hunt 侯俊偉亦幾乎推翻卓偉思之前的措施 我們看看 本來 關浩庭在任時是10月31日 財政預算案 現在是推遲到11月17日 這是好事 其實我覺得是好事 是好事 如果不是 你太闖絕 亦不是好事 那麼 現在商界是否多一點信心 這個也是現實 這個也是現實 不過我們也說過了 現在 整個歐六的經濟 和英倫三島都一般 新米城 上台 其實不單止對英國 是有些好消息 其實對於全世界來說 也是有些好消息 因為 人類命運共同體 英國不好 其實對於其他人也不一定好 這不是靈禍遊戲 英國的對面和法國其實都一般 法國總統馬克龍接受媒體訪問時 亦發出了警告 他就說 明年 年初法國的電力和天然氣 會再升15% 法國政府現在要採取措施 避免 能源價格 有更加大幅度的上漲 包括法國在內的 歐盟各個國家政府 現在正在尋找方法 能源價格高 生活成本高 通脹高 其實 令人相當不安 歐元區9月份的通脹率 是9.9% 其實都是 低於英國的0.2% 可不可以說 阿蘭價稅 雷鬥雷 8月份的時候就好一點 歐元區就是9.1% 但是 整個歐洲都是一般的 除了英倫三島之外 歐六亦都一般 好,今次的節目時間到此為止 多謝各位,再見 再見